大家好,我是小哲哥 看过昨天QG试关比赛的小伙伴 应该都非常气愤吧 昨天是试关正赛第一轮积分赛的最后一天 而最后一场比赛是QG对阵Hero 对于这两支战队 先人眼神难分高下 但似乎看好QG的要多一些 毕竟QG是第一个以三连胜进入八强的战队 可与Hero的一战却败了之前的所有人眼 为何这么说呢 按KPL规则 如果QG战胜Hero 在第二轮的淘汰赛将会与TTG碰面 胜皇在与AG和GK的胜皇对决 这样看来QG还是输掉比赛 对阵MTG更加稳妥一些 但在比赛中 QG连有点脑子的演员都不想到 直接与Hero开启了名言 要知道如果在录人举 当个演员也要真实一点吧 毕竟被官方查到是要缝号的 QG却不愿为观众们演一场 当QG一抢守约时 解说们还在吹QG 随即在锁了凯和树猎后 李九的画风瞬间 锁了 我们看到现在 要即将的选位是Hero的三楼 这时就算朱亨还在坚持 但李九的解说味道已经变了 九折更是为有这样的对手而摇头 让人更没想到的是 除了弗莱在自己上单的位置外 其他人都不在自己的位置上 结果可想而止 QG利用规则输掉比赛没毛病 但进行明演 失去电竞精神就不对了 当QG输掉比赛后 各大直播间解说和观众都在声讨QG 各种都表示 这样会败光弗赖的人员 并且李九做好了最后一场的准备 发文怒输QG 绝不选择闭嘴明哲保身 我的青春就为了狗 自己还是有棱角的 为自己的发言负责 之后即便林教练力挺自己的做法 可还是没能平息观众和粉丝们的愤怒 其实这种做法 大家也不用去骂某个人 一定不是老龄和选手们自己能决定的 幕后操盘需要的是流量和热度 对此 小伙伴们认为这样的比赛好看吗 是否能理解QG的做法呢 这个 坦坦荡荡的 总归好过 一帮人跑过来说奥斯卡 对 这是我明着来也好 好了 听一下他们的语音沟通 今天收官必须要打的有意义 说得好 说得好 下次不许说了 好守约守约守约 守约锁了 长城守卫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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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守卫军 很多守卫军 放不繁 互生守卫军系列 长城守卫军 不是fda系列吗 花木 花木 可以拿我给 不然拿一个 不需要 不得不能拿墨子的 看拿了拿着别的 还有守卫军的 还有啥呀 很好用 苏联想 来 请 行 可以 潮汕首位金 潮汕首位金花木兰首约 哦 全侧 全侧 哦 全侧 可以 公村里 哦 还有公村里 潮汕首位金还有来啊 他潮汕首位金有什么加加成的吗 呃 加攻击 好有点